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又眉目了吗 大爷 一切尽在掌握 只是 葛霸出身贫寒 没有见过大使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历练 你说得有道理 志士绝不可让张求 恢复殿帅之职 大爷 在下有一计 保证让他在劫难逃 一起说说 大爷 在下 大爷 无所谓的 张殿帅的委屈 特地前来探望 小人并不认识你 现在不是认识了吗 请坐 这英雄来此有何事 敢问 张殿帅在把你赶出来之前 你在他那里做了几年的侍从吗 两年多吧 他这样对你 你心里不记恨他吗 记恨有什么用 他是官家的异弟 又是驸马 谁能奈何得了他呀 说不定过不了几天 可能就官赴原职了 以前不好说 现在不会了 这英雄怎么知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官家身边的人 官家让我给你带来了一千罐钱 这是官家托我赏赐予你的 这 这怎么可能 将来这种赏赐可能还会有很多 不过现在 你要去办一件事情 什么事 去御史台 来告发张穹谋逆 这小人万万不敢 有官家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 张穹说过 官家最信任他了 那是以前 这个张穹谱自从当了殿帅以后 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有件事情不知你知道不知道 前蜀国 花蕊夫人被官家选进了皇宫 知道 是姓徐对吗 张殿帅立了功不能受到褒奖 反而遭贬为了什么 正是因为这个徐夫人 她对徐夫人出言不逊 而且还动了邪念 如果你是官家的话 你还会继续信任她吗 自然不会 如果这次你能去御史台 告发张穹谋逆 不仅能够除掉你的恶气 还能给官家找到除掉她的口实 更重要的是 为你自己以后的仕途 铺平了道路 难道这不是一石三鸟的好事吗 小人答应 小人 小人姓孙明延 今年三十岁 集冠住职 甄定灵兽人 现住汴京城内 职业 今二年 担任张穹的侍从之役 你状告何人 便是驸马张穹 我要告他谋逆 诸口 大胆孙颜 你既然做过张穹张副马 你既然做过张穹张副马 打得是错 就该知道法度 诬告之罪 可是不清 小人知道 他是官家的异地 前些天还是殿帅 小人没那个胆子 敢诬告他吗 张穹确实要谋犯 小人若说了假话 甘愿受反错 刘文嫂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启奏陛下 刚才一个叫孙颜的人 原是驸马张穹的侍从 激响了登文谷 状告张穹谋反 却有此事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孙颜在御史台做的口供 现场记录有他的画押 事关重大不敢延误 请陛下预览 说张穹曾私藏了 一百个士兵 府中藏有许多兵器 胡说八道 他家里才有多大 如何能藏下这么多人 是啊 这怎么可能呢 张穹对陛下的忠心 视人皆知 他怎么可能 饲养兵士 暗藏武器呢 人心叵测呀 或许 张穹是受人指使也未可知啊 之前 张穹就曾经率军 闯入后宫救火 或许那个时候 他就是想试试陛下的戒备之心 既然有人撞告了张穹 就应该开明 这才是本分 把隋岩交来 臣遵旨 张穹可是一个忠厚之人哪 想当年唐玄宗还说安鲁山是众厚之人哪 跪下 小人孙颜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 孙颜 你举报张穹谋反 是 岂都陛下 张穹确实有谋反之心 你在这个正言中说 张穹曾私藏一百名士兵 他的家中能有多大 如何能藏得下一百人 此乃张穹罪口所言 他说一百名布局 全是近身侍卫 平常安于各处 只待时机成熟 召集便来 他还说 府中藏了好多兵器 就凭他酒后之言 你就敢来告他 小人已经跟随张穹两年了 平日里也能感觉出来 他对陛下当初把他打入大牢 不论功 封王封侯 十分豌扬在心 所以小人不敢隐瞒 且如实揍包 那么朕问你 他那话 是何时说的 半年多以前 当时你为何不告他 当时小人经常听他说 是陛下的异地 陛下如何如何对他好 所以小人便没敢疏忽 如今怎么说了 四天前 张穹在军训铺 骂陛下对他无情 还让小人去买了酒 小人买了酒 回到军训铺 他抱起酒坛便喝 当时小人出于好意 担心他这样喝会害了身子 便多嘴劝了一句 没想到娘成了如此大祸 这腿便是他当时所伤 而其原因是 他对陛下让他担任军训铺指挥使 心生怨恨 小人回到家中实在愤恨 想到张穹竟敢蓄意谋反 便到御史台告发了他 你说他家里藏有兵器 他可说了藏在何处 他说了还命小人去看我 让小人把兵器吃盖好 你看到过那些兵人 看到了 就在他府中 玄章穹 是 是 诸位都在啊 好 臣 张穹 拜见陛下 你认识旁边这个人吗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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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小人要向陛下告发你 什么 告发我 你吃了豹子胆了 小人要效忠陛下 自当揭露你 你 你 你放了你 张穹 你 陛下 这个小人敢在陛下面前诬陷臣 实在是可恶啊 你身为军寻部指挥师 大白天的喝酒醉成这样 是何缘故 臣 在 在军寻府 无事可做 便 便 便喝了酒 他是不是你的师从 是 但是臣 现在不用他了 你为什么不用他 他 四天前 你是不是让他给你买过酒 是的 买过 你为何打他 臣是打了他 我打了你 你 你别到陛下这儿来 说我的坏话 陛下 你 你不能提起 这 这个小人的话呀 你为何要打他 他何罪之有 他 他讥讽于臣 他如何讥讽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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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臣为殿帅 看来你是对朕心生怨恨 才会因为他叫你一声殿帅 而打他 没 没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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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有怨恨陛下 你还敢抵赖 陛下 臣 臣 真的没有怨恨陛下 如何能抵赖 如何能承认啊 你私下藏了一百个士兵 家里还藏有兵器 还不从事招来 什么 这 这 这 什么 哪 哪 哪 有这 这 这种事啊 陛下 你 你还不了解 臣 臣的心吗 臣听了孙颜的话 这才真的清楚啊 陛下 二哥 我 我没有啊 陛下 都是这个 小人孙颜 他 无告臣哪 陛下 哪 难道 你 你不相信臣了吗 陛下 那 那你们成了婚军了吗 张兄 还不住口 二哥 我 我 孙颜 你这个小人 你 陛下 陛下救命啊 陛下 救我 陛下 别打了 别跑 陛下 我 打死你 别跑 救命啊 陛下救我 来人呢 在 把张兄给我押入刑部大牢 陛下 我是冤枉的 二哥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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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知道张穹是否真的叛逆 陛下只要去张穹的府中一看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三哥 三哥 一眼也没个人 仿佛 哪个人呢 姓部大牢呢 你已经把他下了大牢 他在朕面前毫无臣子之礼 张群他不会有反心的 他藏这些东西做什么 谋反 不会 绝对不会 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对哥哥怀恨的话 他知道你跟朕的关系 如何能对你说 刘忠臣 臣在 彻查此案 搞清楚张穷为什么要私藏兵刃 还有 和谁是同谋 臣领旨 不可能 三哥他无论怎么样 也不会反叛哥哥 就算他一时糊涂上了别人的当 只要赶快认个错 也不至于砍头 但是他要一直扛着 哥哥这一怒之下 可就保不准了 百灵 赶快跟我去趟大牢 好 牢房种地 不让随便进入 让开 把门打开 请长公主不要为难小的们 少废话 快点 带我去见驸马 是 公主请 是 公主请 把门打开 长公主 打开 少废话 是 京阳 你 你怎么来了 好 告诉我 你怎么会 回来这里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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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你受了不少苦吧 我 我受些罪 倒也没什么 可 可我是生气呀 我 我是被冤枉的 三哥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 我能有什么 什么事情瞒着你呀 没有吗 真的没有 好 我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要反叛我哥 我 我 我怎么会背叛二哥呢 我就知道你不会 所以一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对不对 谁 谁指使我呀 没有人指使你 那家里那些刀剑是怎么回事 什么刀剑 今天孙颜带着我哥 到咱们家来了 在咱们家后院西厢房 翻出了几大箱刀剑 你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 刀剑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问你呢 是吗 对对对 是孙颜这个小人 一定是他在当陷害我的 孙颜 你觉得孙颜会有这么大胆子吗 三哥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我哥罢了你的官 你一时糊涂 才被人指使 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情 你胡说 我没有背叛二哥 我没有私藏刀剑 那些刀剑跟我没有关系 跟你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怎么抵赖 当时我就吓傻了 咱们家 怎么会有那些东西 姐妹 你听三哥说 那些刀剑 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呀 我也不知道 那些刀剑 怎么会在咱家呀 三哥 我相信 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 所以说 一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对不对 你告诉我 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你告诉我 是谁怂恿你 哪有人诉许我呀 没有人诉许我呀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为什么就不跟我说实话 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你跟我说实话 我才能帮你呀 谁 谁叫你来的 是不是二哥叫你来的 没有人让我来 三哥 你就认了吧 只要你认了 我去跟关家说 你相信关家 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将军 你就说实话吧 你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想要干什么 一定 一定是二哥拿你来的 三哥 三哥 你 三哥 三哥 我害怕 我害怕 因为这件事情 关家治你的死罪呀 三哥 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 如果你都不跟我说实话 我还会相信谁 三哥 你就招了吧 到底是谁指使你 你跟我说实话 你相信我 你让我 招了 你 你也认为我有罪吗 我知道了 一定是二哥叫你来的 一定是 对 一定是二哥 对 二哥也不信任我了 对 二哥 姐妹 你现在也不信任我了 我没有 我长久 怎么会今天落到这幅天地呀 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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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绝不认罪 我没罪 我要向二哥 证明我的清白 你 过来 三哥 让下去 三哥 靖妹 爹 我知道 这些年 我爱你了 我心里 有些我 一致 想 想 瞎说 其实我 喝草 就 就喜欢你了 可现在 我们做了夫妻 我长久 知 知足了 三哥 三哥 你说过 你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 对不对 你把钱给我 你把钱给我 给我 三哥 姐妹 三哥 你给我 三哥 三哥 来时 再照顾你 你给 三哥 三哥 哥哥 你今天 今天 我 我 我 不是 因为 你我 是 是 君 是君臣 是 是 因为 我们 是 兄弟 我 三 三哥 三哥 你为什么 我怎么办 大爷 张穷在狱中自尽了 这下他谋反变成铁案了 有理有毕 如此一来 赵蒲对我会更加怀疑了 孙岩不能留了 让哥爸动手吧 事不宜迟 好 我马上去见孙岩 你不能去 我自有安排 你不认识 张穷死了 确实 死前燕国长公主到了牢中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燕国长公主跟驸马爷 能说什么呢 不知道 牢头赶到的时候 张穷已经死了 张穷一死 此案变成了无头案 再也找不到此案的主谋了 可老夫觉得 此案 一定是赵大隐幕后指使的 那个孙岩 就是被赵大隐收买的 胡赞 在 去给我盯紧的那个孙岩 看都什么人跟他来往 遵命 郭主持 您放心吧 我都是问您的吩咐做的 保证不会有事的 郭主持 您吩咐我的事我都办妥了 您看 那个赏钱 您什么时候能 少不了你们 好好好 驾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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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哥众师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谢谢哥众师 官家对你还有赏赐 你的命 这个人跟你们一样 也是受苦人 我让他以后跟着 我向你们保证 以后他不会再干坏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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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 今日在此 愿解下兵权 与朕做兄弟者 但饮慈悲 为戒下 皇后的胆 薛可流 皇后 京娘 叩见官家 朕 身为天子 不查真伪 逼死了忠臣 虽国法不能治天子 但宫里 岂可饶赵匡义 今日 你就把这皇袍 当作朕 挥奸通斩吧 拿着 哥 你还是京娘的亲哥哥 朕就知道 你不会奉旨的 说 干活 拉来 妹妹明白了 明白了 哥哥性心过世吧 子 手 陛下 陈其来和陛下一起吃饭 你吃吧 朕吃不下 宣言兄 鲁梁兄 宣言兄 万没料到在这里遇见你 我也万没想到 令尊沈一伦大人进来可好 养父在成都一切都好 刚才还在想 徐兄一定在路上 本来想到了汴京之后再去寻法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若不是当今官家盛名 给天下韩事发放赶考盘缠 我徐世连纵有凌云壮志 也是寸目难行啊 天下的世子 见了皇帝的诏书 无不欢呼盛名 这样一来 有报国之心的世子 便有了笨头 沈梁兄 走吧 跟我一起走 那就多谢了 请 请 区区薄礼 还望宋大人笑纳 这如何使得 陶大人是下官的顶头上司 有点心意 万莫推辞 此次可考 权子陶俭能否考中进士 可就全仰仗你宋大人了 若如此 下官更不敢收此礼物 樊老 陶大人带回吧 怎么 这点面子也不肯给本官吗 非爷 陶大人很清楚 官家对此次可考特别重视 严赵不许弓箭通报 下官怎敢违抗圣命 我是赵宰相取荐之人 更不敢累积恩相 虽说你是赵宰相的心腹 可最近赵宰相正在修建新宅 用钱不少 据我所知 你宋大人可是没有半点的孝敬 何不借此剧烈 也好有所成进啊 这 宋大人 这可是本官的肺腑之业 还望你三思啊 宋大人 犬子科考一试 就拜托给你了 陶大人请放心 此事包在在下身上 好 多谢 告辞 走 发宝了 走 看看去 走 看看 怎么 我觉得 这两个人什么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 卢良兄 真没想到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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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频道所知 这个陶景 乃是刑部侍郎陶谷之子 武济川还有刘俊才 他们都是主考官送其同乡 还有康有才 礼法 他们 都给主考官送了礼 我们去玉石台告证 对 我们去玉石台告证 我们去告他 我们去徐大夫 去玉石台告证去 对 我们去告他 咱们一起去 走 走 臣刘文搜拜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刘仲成 有什么要紧事吗 是才 臣正在玉石台外处置公务 护文登文鼓响起 原来是众落地举子 砍了新科进士榜 十分不服 都说里面定有隐情 臣再三询问 他们都不肯说出原由 为首者徐世连 鲁良 非要觐见陛下 方肯说明原由 鲁良 是不是沈亿伦那样子啊 正是 他二人还说有证人 臣也见到了 是一位道长 但是他也未向臣说明原由 现在 他们都在皇城南门后见 倒是 莫非又是韩规 叫他们来吧 是 开科之先 朕就说过 此次科考 勿要隔除击毙 公平取势 万不想这个宋琪 竟敢如此行事 陛下 是臣误举了宋琪做制贡举 请陛下制罪 以后见局也要多加考察呀 谢陛下 起来吧 草弥徐世连叩见陛下 韩道长久违了 别来无恙 谢陛下问候 你是人在世外 心在朝廷啊 非也 贫道只以为是 心系世人而已 此事关乎到人才路用 所以在考试前后 贫道曾多次于夜中 潜入到陛下钦点的考官府中 目睹了很多人送礼给宋琪 一而闻了他们的私下交易 陛下 陛下 还请看一下这个 刘忠臣 臣在 就由你 看日神送齐吧 臣遵旨 你们觉得科举不公 那么 你们可有什么纠正的办法吗 主考官因私而废功 去取以擎裁定 宜将那些 靠受惠送礼的考生 一并取缔 在落地考生中重考 合格地增补 对 为避免舞弊 一律狐名应试 狐名取试 狐名应试 狐名取试 就是将所有举子的性命 一律狐天等取名之后再揭开 以防实名取试 这个方法甚好 就如鲁梁所言 进去重新狐名考试 陛下圣明 谢陛下为众举子做主 谢陛下为众举子做主 陛下 臣举荐卢多训为主考官 朕走 江山稳固 赖有栋梁 国家中心平氏俊才 朕现在眼中的你们 其中不少人便是才子便是栋梁 便是栋梁 朕亲自举行殿试 便是对才子栋梁的重视 也意在弘扬千古文化 使读书风气蔚然 天下生平万民同乐 朕在此 你们都不要紧张 专心致志的应试 朕相信 你们都能答得好 谢陛下 绝父夫妇 陛下后王 各位 请就坐 请就坐 请先写下名字 用博纸 胡上眷首的姓名 然后开始做文章 焚香 来 写得不错啊 好啊 这篇册论写得好 该举子引用了论语中 尚好礼 尚好意 尚好信 则民将如何如何等于 从一国之君 与黎民百姓 在礼仪信上相互关系入手 由皇帝推起朝廷大臣 地方周县之官 论连输了读书教化之重要 此人另有一言十分在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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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